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使用分支 什么意思 GIT中最著名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使用分支 并不是分不时提交 是分支 它分支功能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 咱们看一下我对GIT分支的定义 GIT分支功能 它对于项目开发中的团队合作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于生产环境的更新观 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GIT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大家请看 我是写个之一 可是当时我在写课件的时候 我是不想要这两个字 我把它删掉 它是GIT最重要的功能 没有之一 其他的功能都可以说是辅助功能 就这个功能是最重要 所以我亲手把之一两个字去掉 好 咱们再看 在项目开始前 您应该首先对GIT分支的管理 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明确每个分支的功能 以及担当者是谁 这样才能保证您的项目正常的推进 不至于陷入混乱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GITbrunch 然后跟一个名字 这是什么意思 建一个分支 我建个分支 怎么建 就这一行命令 就能建分支 好 接下来 GIT checkout brunchname 什么意思呢 我切换分支 比如说咱们在这个信息库下 建了五个分支 这五个分支之间 在你来回切花 对吧 我现在想去哪个分支 我想编辑哪个分支 就这个命令 我先切换过去 再编辑 好 不过可能说 有没接触过分支的朋友 可能不太明白 什么叫分支 你别动 我这给你举个例子 你还是动 好 咱们看 比如说 咱们现在是这个信息库的当前这个状态 还没有分支 对吧 然后 比如说 来了一个这个对应 咱们程序中有一个bug 我得改 这个bug呢 谁改 是我改 对吧 别人不改 别人还要做其他功能 那么我呢 一般是这么做 在到上一期为止 我都是在主分支中进行各种操作 其实是不对的 在项目过程中呢 是不应该在主分支频繁的操作 应该操作自己的分支 好 咱们说该怎么操作啊 首先看 我呢 从主分支 大家请看 分出来一个分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我鼠标啊 分出来一个分支 这个时候 这个分支 这个绿的 这个第一个绿点 这个分支 和主分支的代码结构 source结构 文件架结构 是完全的一样 这两个位置 因为我是从这个状态上 分出一个分支嘛 对不对 分出来之后呢 我做各种修改 各种提交 然后主分支 大家请看 上面这个栏的是主分支 主分支呢 这个团队中的不同人 也在做不同修改 同时他们会提交 这时候跟咱没关系 对吧 比如说 他们改的是 数据库更新模块 咱改的是画面 虽然是一个数据库 但是咱们担当的文件不一样嘛 所以人家提交 人家提交人家 对吧 跟咱没关系 然后咱在本地库 砰砰砰砰 改完之后 提交完之后 最后觉得测试没问题 那怎么办 咱们要向盛展会论区 release对吧 通常来说 将咱们改好的 没有8个这个版本呢 再回推到 或者叫做merge merge回咱们的master主分支 然后呢 通过主分支打上标签呢 向生长环境进行release 一般是这个过程啊 换句话说 咱们不管对用什么操作 不管对用什么修改 千万不要在主分支去修改 一定要开出一个自己的分支 改完之后 再merge回去 这个是咱们今后的 主要的开发的流程啊 好 这是分支的概念啊 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课件 那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一步一步干啊 首先说 咱们先看一下 当前分支的状态 然后呢 通过get branch dv 开一个新分支 然后呢 通过checkout 干什么 切换到咱们刚刚开的分支 我现在切换到分支 这个分支是个什么状态 和现在的主状态 是完全可以和现在 主分支的状态呢 是一个状态啊 好 然后呢 我现在请看切换到分支之下 我呢 修改style.css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在开发分支 修改代码了 修改完之后 大家请看 git add git command 向哪提交 以前咱们做的时候 都是在主分支master下 所以咱们向master提交 现在不对了 现在在哪 现在在第一位 在开发分支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呢 是向开发分支进行提交 提交完之后呢 我看一下提交履历 然后呢 切换回主分支 大家请看 我切回主分支之后 我刚才对于这个style.css的修改 还有吗 没有了 对吧 那个是在开发分支修改的 我主分支还是旧的 对吧 并不是新的 那么我再看一下主分支 今天这个vc有变化 所以这个界面跟我上期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不影响具体使用 好 咱们先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us 非常干净 对吧 然后咱们叫git branch 大家请看 现在我只有一个分支 对不对 主分支 好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进行新分支 我叫git branch 然后dev 我开个新分支 开没开 开了吧 咱们再看一下 git branch 两分支 但是大家注意 前面有个新号 这新号什么意思 当前分支吗 当前我在哪 好 我现在把现在当前分支切到 开发分支上去 回车 再看一下 branch 哎 怎么样 这个 DIVDV率了吧 说明咱们现在要操作它 好 接下来我说要干什么 要编辑一下这个 style 但是这我看 我这个下边应该没有nano 果然没有nano 不好意思 我通过这个 我的这个 vc19把它打开 open file 然后是c盘根的 myweb的css 好 打开 咱们编辑 比如说 咱们这个背景色不要红了 咱们要一个 黄 可以吧 好 我存盘 存盘之后 咱们回到分支库 分支库 咱们回到git库 然后呢 用status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信息非常详细 首先说 我在开发分支 这行 这行告诉我了吧 然后呢 我修改了style文件 也没问题吧 OK 按照计划进行 我现在git add 我现在坐到这了 git add 进行提交 然后呢 看一下信息库的状态 没问题 到顺区 接下来走这行 直接commit 叫做edit 这不是edit 这我写错了 应该叫modify 对吧 这不能叫edit了 对吧 这个我这个英语 一般啊 这个应该是怎么敲吧 modify style.css 回撤 好 再看一下status 没有了 然后看 我现在还在这个cavenger做的吧 这相同于说 咱们修改了一个bug 对吧 然后咱们用git log看一下 用我最喜欢的 稍等啊 用我最喜欢的one line 这键盘真的是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中 所以说 它和这个本机 这个键盘布局不一样 大家请看 上一期 咱们做到最新的状态是555 今天呢 咱们开了一个新分支 上一期是mastom 对吧 现在是DEV 开了新分支 这新分支呢 我已经提交成功 修改了style.css OK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回到主分支 我回去了 看一下啊 git check out 回车 七号主分支 七号主分支之后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style.css 还有吗 还是有 但是它那个颜色是什么 我以前背景色可是红 我刚刚变成黄了 对吧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 我主分支的style.css 是什么内容啊 go 哎 怎么样 还红吗 说明什么 主分支还是旧的 对不对 那咱们在这看一下 哎 大家请看 这是红的 说明什么 哦 这太红了 说明我呢 已经回到主分支 而我现在的开发分支 才是最新的代码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现在想 比如说我这个开发分支 我修改完的bug了 我要合并到主分支 该怎么做 嗯 这个是咱们下期 给您讲解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呃 今天呢 咱们是开了分支 然后呢 在开发分支上呢 做一定的修改 并且呢 向开发分支进行提交 嗯 接下来呢 咱们还有很多的内容啊 比如说 合并 合并冲突该怎么办 这是咱们今后的课题咯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准您听明白没有啊 我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嗯 同时呢 我还在这想说一点啊 就这个优酷吧 呃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1080高清视频 这个肯定没问题 嗯 放到YouTube上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 看起来非常的清晰 但是放到优酷上的话 会有些个 这个 优酷它会到的视频进行转换 结果转换成 非常非常的低情啊 所以如果觉得 您觉得我的视频可以看的话 我推荐您去YouTube看啊 好 这就是一个了 闲外的话题咯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